我都说了一百遍了 这个排名它不靠谱 有些家长不信啊 来看看今年的 2023英国四校学术排名之前出炉 著名的伊顿工学排34 去年排20 已经是排名几十年以来 历史上第一次跌出前15 今年好家伙 来个double 再跌15 被称作女校的伊顿 威亚女中排17 中国女孩家长这个逻辑是 考不上威亚就上clc 就是切尔滕纳姆女中 心中永远的李宗伟 千年老二 今天排多少 36 被学霸家长认为是 学术天花板的威敏公学 只排到第九 差点前十都没保重 还有两个在中国 备受家长推崇的 布莱顿和气象术 双双跌出前十 布莱顿是11 气象术21 小皮球 架脚踢 所以我讲了很多次啊 就这个排名 它仅仅是中高考成绩的排名 它不是综合排名 不像大学有个QS排名 学校不是QS前100的 好单位根本不给你面试机会 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QS它是综合排名 的确反映学校的实力 但是英国恰恰相反 它的教育体系是全人教育 不是中国的硬实教育 所以平静一个学校的好坏 学术水平只占一半 换句话说 英国私立中学教育的重点 不是在考试上 学校名次 每年变化都特别大 大到这个表的参考价值 不是很大 比如九大公学之一的查德豪斯公学 很多家长都认为他学术不太行 瞧不上 去年排175 今年飙升到88名 几乎提高了100名 一年提高100名 在中国的学校可能吗 你怎么解释 所以这个排名 大家参考一下 仅此而已 如果你仍然照这个排名 来选学校 那最后你家娃上的 就是一个排名靠前 但是所有人都没有听说过的学校 我问你能选 就算你进入排名前十的学校 牛建率到50% 你怎么保证你家娃是分子 而不是分母 在一个以硬式教育 为终极目标的体系里 学校的确是最重要 但是在一个全人教育的环境里 成绩这一块 还是看学生四季 关注我 英国择校那些事